合成会的人太多了 我今天终于有空来做头发了 诺诺和爸爸去吃饭了 一会儿说给我带个炸鸡来 期不期待我最后的结果 等着看吧 宝贝们 现在已经在软化了 看诺诺跟爸爸去给我买了一盒炸鸡 我可以边等边吃了 来一口 这个炸鸡来得特别及时 让我在烫头发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枯燥 宝贝们我现在烫完头发了点了点好吃的 点了一个花甲粉 一个臭豆腐 糖葫芦和烤什么青蛙牛蛙 你们想不想看我的头发做成什么样 给你们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嘉欣 我又烫了一个直 然后剪了一个刘海 我不是原来我最初的想法是前面是烫直的 然后下面是烫弯的嘛 然后这个美发师说这个难度太高了 因为我本身的发质就是沙发 上面特别的砰 下面特别的直 原来烫过嘛 就不好出那个造型 然后我就算了吧 就还是老样子吧 就是我自己最舒适的样子 这刘海的 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我剪刘海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刘海 然后我就 遵从我自己的内心 不行了 我太饿了 我烫了四个多小时 这还没染呢 要是染的话时间会更久的 先来一口臭豆腐 不行了 太想吃了 看这臭豆腐蘸着满满的蒜泥 美味 这个辣椒特别辣 一口就冒汗了 还点了一份的花加粉 这个牛蛙腿它的肉可厚了 好烫 再尝一口粉丝 粉丝不用说 粉丝特好吃 我原来经常吃 我今天没有点那个最辣的 我原来都是吃最辣的那个 我真的可喜欢我这刘海了 我每次剪完刘海 大概只能留 最多一个月左右 然后就马上长长了 要不然就没有形了 绝冻猪椒它都能 我真的特喜欢这柠海 zt我真的特喜欢这柠檬 脆和爸爸在三楼 玩 contained魚 然后陪了我下午 我都已经吃猫汗了 太香了 整个一份花甲粉干光 这牛蛙肉特好吃 特别嫩 就是这个真的是好吃 牛蛙肉很香 然后诺诺也想吃 我让他爸爸给他烤了一份不辣的 可惜 尤其是烤干巴的这个地儿 一定要趁热吃 嗯 棒棒好吃 吃完饭了 我们现在组得回家了 现在已经10点了 然后这个公共用餐区域 都已经要关门了 我们才走 好了宝贝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对我今天这个发型还满意吗 我今天没有染 我只烫了一下 实在是时间不够了 下次我再过来染 你好不好 好热 有什么好的建议 然后在评论下面告诉我 拜拜